长小时间是一味凉凉,能让人自渡,再难忘的人或是,在时间面前终将失怀。 光阴的巷口,谁没有过年少纯红水白的时光,谁不曾走过青春的迷茫,谁没有过年少轻狂,谁没有经过命运的起起落落。 生命中,总有那么一个人,陪你看过风景,总有一双勺温暖你前行的路,总有一首歌让你听着就泪流满面,总有一段文字让你不忍触碰,埋藏在心底。 当有一天,站在岁月的彼岸回望,那些纯真的年月,那些沧桑的魔力,都变成半黄的记忆,终时感动了时光,也感动了自己,季节辗转,总有过起风的尘,也有绚丽的黄昏,一路走来,能让你驻足的,是温暖,离开的,是懂得,念与不念,舍与不舍,都变成照亮前行的路上的灯光。 总有一天,你会发现,曾经想牢牢抓住的,慢慢的就放下了,曾经痛过的,慢慢的伤口就结巴了,不是不痛了,也不是遗忘了,只是释怀了,岁月一声不响,带我们品尝过聚散离合的伤感。 走过高高低低的城府,却纷纷扬扬不停留,当开始和结束,变成一种途径,不得不感叹时光的强大。 罗西说,与失去的时间相比,所有的失去都是一种愤语,无怨无悔,人生有笑有泪,在浓烈的事情在时间的磨合下,都会慢慢的变淡, 岁月流逝,会带你看更好的风景,让你遇见更好的人,更好的事,一只杯子,只有倒空了,才可以重新容纳水,生活,算凡就解才能更好的前行。 我们没必要一味的停留在从前,生命走得再远,也要回归远点,往事是用来回味的,今天是用来珍惜的,明天是用来期许的。 人生路上,或交集,或擦肩,不曾改变的曾经前过手的温暖。 时光磨练人的心性,人到中年,与岁月已经隔着几重山水,终于明白,当然的才是生命的最终归宿。 人生不能彩排,每个清晨,都是一个新的开始,每一个黄昏,都是一个终结,忘掉昨天的不快乐,做一珠像日葵,向着明媚微笑前行。 无论生活如何都让你满面风尘,手心自暖,心若不动,风又奈何。 你若不伤,岁月无恙,终有一天你会学会不争不抢,不远不近,脚步走得不急不缓,从容不破。 从前的车马很慢,慢了一生只能爱一个人,现在的时光很快,快递都来不及看清楚身边的风景。 虽然时光可以苍老容颜,而先却可以依然年轻,毕竟岁月未曾饶过我们,我们也未曾饶过岁月。 一花一世界,一笑一成圆,人生有相遇就有别离,花开花谢,圆起圆落,所有浮沉,有一天都会变成午后的那一场风轻云淡,而阳光依旧温暖,时间面前,一切终将释怀,春暖花开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